中午的同學大家好 我們開始這個Industrial Camp Industrial Camp 我們會有五個chapter 屬於Elective部分 全香港的學校都基本上選擇Industrial Camp 和Analytical Camp 所以你沒理由不認識 在這五個chapter中 我們會花多一點時間 會看42、43 這兩個和計數和Graph 很有直接關係 也是最重要的兩個chapter 另外比較重要的是45chapter 不過它比較短一點 而41和44就是一些比較趨水的chapter 很少推出的 而且就算推出了 也算是更多的 我們先看41chapter 41chapter其實是說 一個Industrial Process的重要性 OK 那你聽到的名字都知道是趨水的了 對不對 Industrial Process的重要性 Importance of Industrial Process 我們嘗試看一看 之前我們學過的Halber Process先 OK Halber Process 你不記得Halber Process是怎樣的 Halber Process其實是根據 這條的Ecolibium Nitrogen Hitrogen 兩隻Gas 那就可以產生 那個Product Ammonia OK 那裡面當然有Catalyst Halber Process 那裡面 Halber Process 那裡面 就需要有某些的 Pressure 還有 就是Temperature 那在Ecolibium裡面 我們都看過 究竟為什麼要這麼高的 Pressure 和溫度 為什麼要這麼多 OK 那這裡不重複了 那而Delta Hr是負數 Exothermic Reaction 那在這個整個的過程裡面 我們會將 Amonia 的製作呢 就先利用 Soul 利用這個Nitrogen 和Hitrogen 就丟進去這個 的儀器裡面 做Purification 先淨化它 那淨化它 記不記得為什麼 因為呢 我們都不想 Catalyst 就被Posson了 那然後呢 就丟它 入一個 Reaction Chamber 一個Reaction Chamber 那這個Reaction Chamber 裡面是包含了 Catalyst 包含了呢 一些的 重要的 Condition 那 那 令到那個Reaction 是發生的 那 然後呢 經過了 那個Reaction之後呢 會產生 某一些 的 Product 因為這個是一個Ecolibium 那有一些的 未React的 Nitrogen 和Hitrogen 就會Recycle 的 OK 那 Recycle 那 那當然呢 之後呢 會經過一個 的Compressor 就 令到呢 Amonia 呢 就可以 變成一隻 Liquid 或者是Aqueous 就可以拿來 儲存的 OK 那 那這個呢 就是Amonia 呢 那個製作 Harvard Process 那 在這裡呢 你會發現呢 原來其實很多的 Chemical Process Industrial Process 都是有類似這樣的格局的 那 它有一些的 Recycle System 這個Recycle System 就可以Recycle 一些未用過的Reactor 又或者呢 因為它是放熱反應的 那 它放出來的熱呢 就這樣 流失呢 就很浪費的 那 那因為Industry 都是講錢的啦 那所以呢 它就算放出來的熱呢 都會拿來 熱回那個 那個 的 溫度的 OK 所以呢 Recycle呢 不單止是Recycle 一些的 原材料 也都會是Recycle 那個 Energy 所以呢 Recycle呢 其實是包含了兩個層次 譬如Chemical 還有呢 就是那個Energy 的 OK 好了 那 In general 那 一般的 的 Inertral Process 都是包含了 以下 幾個特別的 設施的 第一個呢 我們就會叫它做一個 Preparation of Free stock OK Free stock 的意思就是說 一些 原材料 好了 那這個原材料 其實呢 包含了真的 一些 Chemical 的原材料 一些 Raw Materials 又或者呢 是包含了 一些 的 譬如下 有需要用 Cooling 那些水 呢 會包含了 一些 的Energy 那這些呢 都是我們要 預先 準備的 那 然後呢 會 踢它進去 一個 reactor 那這個 reactor呢 就好像 Habar Process 那裡的 一些 重要的 Catalyst 又或者呢 一些 的 Condition OK 那 然後呢 就會 完成了 那 跟著呢 就要 再 幫它 去一個 Separation 的 步驟 還有呢 有需要的 就 再 淨化 那個 Product OK 包含了 Purication 的 那 最後當然啦 那 有Product 就 儲存啦 那 多餘的 可能是一些 Biproduct 我們想一下 怎樣 解決它 那 可能 Biproduct 是要妥善處理 啊 廢氣啊 又或者呢 看看有沒有機會 可以再拿來 製造一些 Raw material 或者其他的 其他的 產品 OK 那如果真是沒有 用的 那那些就是Raze 那在這裡呢 就有兩個 Recycle 的System 那第一個呢 就真是 一些 Chemical 的Recycle 呢 一些未用過的 Chemical 另一個 的System 呢 就是Energy 的Recycle 例如 就像剛才的 Habber Process 那樣呢 我們Hit Up 了整個 東西 那放熱 放得很厲害 那不如就不要浪費啦 與其是流失 不如就拿來 加熱用 OK 那 Inertural Process 其實就 我們在這一課呢 我們要認識幾樣東西的 那這幾樣東西呢 就真是吹水的了 任何一個 的Industrial Process 呢 我們都會有三個 很重要的 Prospectives 三個很重要的 觀點呢 我們要處理的 OK 那三個觀點的意思呢 就是說呢 這個Process 對這三個的 Area 有什麼好處和不好處 第一個呢 就是Social 在社會上面 第二個呢 就是經濟上面 Economics 而第三個的 重要的觀點呢 就是那個 Environment 那 每一個觀點呢 大家都需要呢 舉到 他們的 好處 和 不好處 的 OK 舉到他們的好處 和不好處 的 而在這個Syllabus 裡面呢 你只需要 它說了一個的 例子 就是叫做 Petro chemical Industry OK 在那個石油 化工 裡面呢 怎樣去 在這三個的 觀點 Social Economics Environmental Prospectives 你要舉到一些的好處 和不好處 那我建議大家呢 都要舉到兩個 各 舉到兩個 OK 那就穩陣些了 那 下一節呢 我們就會 跟大家 看看這三個的 Prospectives 其實是什麼 OK 拜拜 拜拜 好